花蓮縣政府編列了一千八百萬元的預算 要在縣內發生重大死亡意外的道路 請宗教團體來做法祭拜亡靈 就遭到了民眾批評 這是在亂花錢 花蓮縣政府就緊急發出了聲明指出 不排除停辦追盡預算 花蓮縣各宗教團體 今年八天的祭天祈福活動 四號舉行閉幕典禮 花蓮縣政府已連續十年 補助各宗教團體舉辦這樣的祈福活動 但明年縣府補助的預算項目 多出了一項入計費一千八百萬元 在三號上星期五的縣議會審查會 部分縣議員反對 認為不如用來改善交通比較實際 但縣府積極說服縣議員 最後通過這筆預算 可是引起許多民眾不滿 在縣府臉書留言表達反對 花蓮縣政府五號深夜聲明 要撤回這筆預算 更讓縣議員很不滿 我們會希望也建議宗教界人士 利用這段時間跟地方去做溝通 所謂釋反責任 到底你把議會當作什麼呢 可以這樣還嗎 縣議員痛批 議會通過的預算怎麼能撤回 縣府表示會先委託各宗教團體 跟民眾溝通 明年春節前 如果各界還是反對 縣府會向議會提出追檢預算 在不能夠撤回的前提之下 那麼我們就明年會再遵作其他想法 然後再來辦理追檢 部分縣議員批評 縣府一下動員議員通過預算 接著又說要追檢 把議案審查當兒戲 還有議員點名縣長徐正偉 要出面向縣民來說明 不要讓公務員被黑鍋 記者溫家凱 張明哲 綜合不老